小蕾 走吧 我十点还有一趟 张大哥 喝酒开车不好吧 还是我们坐计程车 没关系啦 我十几年也是这样子啊 不用怕 来 上车上车 张大哥 你看慢一点 很危险欸 哎呀 不用怕啦 喝酒开车才有快感啊 不 红灯啦 啊 你们知道吗 酒后驾车不仅危险 还会被处以一万五千元以上的罚款 以及被吊销驾账 记住哦 酒后不开车 家人不敢喝 要通过道安会及台南市政府 关心您